一言四集向美国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说明 美国华人旅游界的首创 亚马逊生态之宇中 能够看到许多奇特的景象 另外还有各种的动物器官之后 这一集到拉丁美洲资深旅游达人 还要告诉我们多种亚马逊的特产 别处吃不到的有机美食 马上请记者叶洪志 来带观众朋友一起去尝鲜 好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 我们拉丁假期这个特别节目 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我们不只要去亚马逊 要看许多奇特的动物 而且我们还要吃各种山珍海味 那么到底是哪一位达人呢 他不但是旅游达人 而且是美食达人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 请到了拉丁假期的负责人Anson 要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Anson Anson 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Peter 你好 大家好 所有的山珍海味 有机到你通通都吃过以外 你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东西 对 有一种鱼呢 它叫Peter Ruku Peter Ruku呢 中文就叫巨骨蛇鱼 这个很像呢 中国餐馆呢 前面会有一条银色的鱼 为了风水 但是这种鱼呢 实际上在亚马逊河呢 会长到十五尺长 十五尺长 对 特别大 所以它叫巨大的鱼 那这种鱼呢 它会长到五百多磅 可能要三四个人才可以抬起来 那这种鱼呢 它的味道很鲜很鲜 巴西人怎么吃它呢 很喜欢把它炸成鱼饼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你说到这个啊 一口啊就要几百美金哦 这样子吃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要怎么样吃哦 味道呢才可以有入味的感觉 对 在亚马逊河 包括所有巴西的北部 他们很喜欢甜的酸的跟辣的 但是这种的鱼饼呢 它会用一种醋呢 是一个辣醋 是一种黄醋带辣椒的 把这个放在饼上来吃 哇 就是甜甜 有点酸酸的这种感觉 相当适合华人的口感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没有鱼汤啊可以吃啊 对 另外一种鱼呢 是特别有名的叫 Tukunare Tukunare呢 它中文叫孔雀鱼鱼 那鱼鱼呢 平时呢喜欢钓鱼的人呢 很爱它 因为它长得蛮大的 味道也好 亚马逊和这个 为什么叫孔雀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 很亮很亮绿色的 带黄条跟红条 非常的漂亮 像个孔雀一样的 那这种鱼呢 会长到三尺长 所以蛮大的 它会做成汤 那巴逊怎么做呢 它会用番茄 会用辣椒 绿辣椒 再带红辣椒粉 做成一个汤 很类似泰国或者是韩国 哇 这个真的酸酸甜甜 有这种泰式的感觉 相当的好吃 而且特别的鲜美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到所谓的三蒸 亚马逊有没有三蒸可以吃到 那整巴西的人 都喜欢吃巴西烤肉 那亚马逊和呢 也有巴西烤肉 我们会吃到呢 就是说它会包括一些热菜 跟凉菜 都是为了配它的各种 各样的牛肉 每一种牛肉呢 会抬到桌子上 不能错过的一个品种 叫Picconia Picconia是什么呢 是一种的Sirloin 但是是在后面的Sirloin 只有巴西呢 会把这种肉呢 切成这样子叫Picconia 它是一块瘦肉 上面呢 有一大片的一个肥肉 然后这样子切 它烧的时候呢 去烤的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的嫩 只有巴西能吃得到 这么多的有机食材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吃到 所谓的这个抗癌食品 对 亚马逊和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水果 那边呢 最有名的是一种棕榈素 出的一个叫Acai Acai呢在全世界现在很有名的 就是抗癌的 是紫色的小小的 巴西人的吃法呢 它是做成冰淇淋或者是果汁 吃冰淇淋也可以抗癌 对 哇 这相当奇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哪些是亚马逊才有 其他世界各地都吃不到的 对 有一种水果呢 叫Coupoisu 也有 对 Coupoisu呢就很奇怪呢 只有亚马逊很有 它长的样子呢 像一个椰子 就是咖啡色的 里面是白白的 但是它里面的肉呢 它的肉很像榴莲一样 味道呢 更奇怪呢 像凤梨和巧克力 你说这个吃榴莲 但是味道是凤梨跟巧克力 对 两种综合的 对 哇 真的相当的特别 好 那Anson 除了这些好吃的之外 我们这一趟去啊 不只是吃 当然也要看这所谓的景点啊 您是怎么样来安排 这所谓的景点 对 我们这次跟东森很做的呢 第一呢要去看亚马逊河 我们是坐五天的邮轮 豪华邮轮 那后面呢 我们会吃的是叫千湖沙漠 在巴西的北部 这个呢是巴西人认为 是全巴西最棒最棒的一个景点 但是呢外国人呢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是不能错过的 那除了这个景点之外啊 我知道你还特别选了 所谓的这种中型的船啊 中型的船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这一次跟东森合作呢 一定要选这样的船 对 我们这一次选的这个中型的船呢 是因为只有中型的船 能跑到比较远的河的地方 在亚马逊河里面 可以看到最多的动物 可以看到最好玩的一些景点 甚至包括这种奇特的地方 像黑白河 好 谢谢安森林 观众朋友安森林特别在这一集呢 为我们把所有的 亚马逊的山珍海味 以及哪里可以看到的独特经典 对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要更多的资料的话 欢迎你上拉丁加西的网站来查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特别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